他們的戴上鏡頭 戴上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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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渣男配角得獎的是 周楚楚三害 李李仁 李仁哥 謝謝我太太 在這二十年來 謝謝你總是 幫我做出最好的選擇 哇 試試試試試 你還不接喔 你還不接 你還不接喔 他可能在六拱 他應該有看 我看他有沒有發現 你有沒有收到訊息 有啦 有啦 他知道了 沒有 他知道我們群組說爸爸得獎 我兒子最可愛的 我兒子說完全不意外 我今天其實什麼事情 都是我女兒打點的 包括我的領帶 我的襯衫 我的髮型 我的皮鞋 都是我女兒給我的建議 真的要謝謝我太太 我其實今年我真的不知道我有入圍 頒獎的當天我才六碗狗 然後我攤在沙發上 因為 我覺得周祖是去年的戲 我就一直覺得 周祖其實 宜文哥跟 傅華哥他們的表演 比我更有深度 比我更精彩 所以我就一直覺得 嗯 我應該就是被鼓勵吧 當初我太太 我沒有很想要回來的時候 我太太就叫我 要 要過 要回來 我在講什麼 陶子姐也有被問到說 他到底要去看金秀賢 還是看你的那個 典禮 金秀賢是今天嗎 真的喔 還來得及嗎 我其實也蠻想看 海上有說到說 你們是在 分離中 學習成為 我還在習慣 孤獨這件事情 對 就是小孩長大 然後都分別離開你身邊 然後 嗯 對啊 對啊 我沒有要唱 打來了嗎 打來了嗎 他有回 我來我來我再來打打看好不好 正下去 你還在說什麼 你還在說什麼耶 你還在說什麼耶 你還在說什麼 他說 他說 他說現在最想幹嘛 他說 他說我最想打電話給你 他們都在說什麼 我還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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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沒事 吃喔你 我講完對一定要全 好啦 謝謝你 沒有啊 獎杯獎杯 獎杯給他看獎杯 所以那個 欸 李先生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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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好 不講不講 拜拜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對不起我現在好像還在做夢一樣 哈哈哈哈 好那我們去 迎賦一下心情 恭喜李仁哥 恭喜李仁哥 十幾個牧場 五位 那幾位 不想 淨 三位